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歡迎回來 最近遊戲不是有這個三月賞音季 浪漫櫻花姐的活動嗎 那我累積了一些卷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下就行吧 不如就在這個幸運的日子裡出去賞音吧 要邀請誰出去賞音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要邀誰啊 我全部都沒有用 我們先邀請 許莫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啊 等一下 我剛剛找你按掉了 許莫早安 我抽到一張殷景園的雙人入場票 才問問看你 沒有語音喔 等一下 不是應該有語音嗎 因為之前的夜市活動有語音啊 我還以為這個賞音活動也會有語音啊 怎麼沒有 許莫說好醜 我看到今天天氣這麼好 你只想打電話給你出門 咦 這麼吵嗎 聽聲音就像是完全清醒了 小懶貓 準備好出門了嗎 正是櫻花爛漫的季節 櫻井人入口 沒停入的事 非常熱鬧 將來在入口處 我看著導覽地圖 每個地方看起來都很好玩喔 哇 這新背景嗎 我們要去哪裡 遊樂區 烤肉區 茶歇區 四處逛逛 許莫會喜歡去哪裡啊 我感覺許莫會喜歡去茶歇區吧 因為他不是想喝飲料嗎 不見 他喜歡泡茶嗎 對不對 他最喜歡白茶 好 我們選這個 哇 新衣服啊 我們沿著櫻花小徑 走到個古色古香樑亭 停下來喝茶歇息 感覺很久沒這麼切意放鬆了 真的沒有語音啊 我好難過 你最近好像的確很忙 常常聽到你很晚才回家的聲音 因為有好幾個緊急的案子 不過我有好好在平衡生活和工作的喔 好可惜喔 沒有語音啊 不要忘記 有我這個節目顧問在 無論遇到什麼問題 隨時都可以來麻煩我 這個笑容 好吧 好可惜喔 為什麼沒有那個啊 為什麼沒有語音 超可惜的 好吧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人的 我們這一次看誰的 我們按照那個宣說來看好了 我們這一次看李澤言的 今天怎麼這麼早起不貪睡了 我又不是每天都這麼貪睡的 他們兩個真的是一見面都鬥罪啊 那是誰之前遲到 哇 超愛碎碎唸的 果然是李爸爸 聽聽聽 回答正題 我打這個電話過來 是想問你今天有沒有空跟我繼續賞音的 不是被你數落被你唸的啊 今天 還是說總裁大人檔期都很滿 都要提前預約才行 沒那麼誇張 半小時後在樓下等我 我來囉 我們又來到了櫻井園 我突然發現啊 不好意思 我不講了 我直覺這個名字 不是很好 李澤言會想要去哪裡啊 烤肉嗎 遊樂區 四處逛逛 我感覺他會想要四處逛逛了 哇 這什麼衣服 李澤言弄吊帶嗎 為什麼我有點想笑啊 這什麼吊帶 紅藍白的吊帶 為什麼覺得那麼喜感啊 我覺得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他保養吊帶的樣子 我覺得這套衣服啊 如果單純襯衫配這個褲子 蠻好看的啊 為什麼要加兩條吊帶 很像那種 什麼十六世紀的法國 然後那種送報紙的小朋友 送報小童或穿這種衣服 吊帶褲 對不對 他們都是短褲上面砸兩個吊帶 逛了一天 不知不覺今天天色漸晚 路邊的燈很昏暗 趁著夜晚的櫻花越發明明了 啊 已經這麼晚了 你的工作沒關係嗎 已經說過了 今天可以賠你 你可以把吊帶拿掉嗎 我沒有 對了說起來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晚上的櫻花呢 然後 感覺別有一番滋味 笨蛋 這算什麼感想 哼 然後他微笑了 這樣是好嗎 應該還不錯吧 好 我們試試看下一個吧 我們這一次邀請周其樂 早安安一大早接到薯片小姐電話 感覺一整天都會很幸運呢 哈哈沒有啦 今天真的很幸運 之前抽獎亂中獎了 剛剛收到快遞進來獎品 是櫻景緣的雙人入場券喔 要不要一起去呢 你有沒有空 要不要去去賞櫻呢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沒有通告 剛好超級有空喔 太好了 等我喔 我現在去找你 我感覺阿 周其樂會想要去烤肉區耶 因為他會想吃東西嘛 標準吃貨 好 我們去烤肉區吧 周其樂 你怎麼有換衣服 其他人不是有換衣服嗎 她說 你什麼時候掌握這項紀念的 宇宙第一無敵好吃 是吧是吧 跟李子言說的 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我選錯了 這個劇情也太短了吧 所以代表說如果我選的是 對的答案 她說比較長的劇情就是 這個也太短了吧 還是周其樂 你本來就這麼的席子如今嗎 超短的 讓我點錯了 我們最後邀請白請 啊我又按到了 超容易按到的 今天剛好沒什麼任務 應該可以空出一點時間 找我有什麼事嗎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櫻花呢 好等我一下 我們馬上就到 太好了 我們跟白起去遊樂區好了 算出我感覺啊 我不知道了 該被白起喜歡吃烤肉區吧 我們看一下囉 遊樂區孩子很多 我和白起淹沒在了圓群裡 手給我 嗯 這樣不容易走丟 真的我選錯了啦 所以說她們兩個是召喚的 我知道了 所以是周其樂是遊樂區 然後白起喜歡吃烤肉 對吧 應該是 沒有關係我還有陣 我這次 看另外一個好了 我們再要一次白起 然後我們找她去吃烤肉 好我們去烤肉區喔 這次應該對了吧 抹上一次烤肉 好像還在高中的時候 十百大河雞腿都烤焦了的那次 她還記得 你 你怎麼知道的 呃 聽別人說的 啊 求別提 簡直要變成心理陰影了 萬一這次又烤焦了 你還是給我吃掉啊 吃不吃掉 不會的 有我在 放心 果然喔 這次選對了 劇情比較長一點 一點啦 沒有長很多 好吧 我的劇情好像沒了呀 所以說我們都看完了 那我好像明天還會領到一張吧 可是我想說我們今天看一看 因為好像快到期了 對不對 這個活動好像到 到幾號啊 或什麼 我居然不夠也可以問她喔 應該不行了吧 對不行 我覺得啊 他們出這種簡短劇情 接下來蠻有趣的 還蠻好玩 可是我覺得 如果語音就好了 因為我們都聽習慣這個遊戲有語音了嘛 所以說突然沒有語音 覺得好空虛喔 覺得少了那一點 那一點感覺吧 對啊 不過還是蠻有趣的啦 可以看到他們穿不同的衣服 雖然說白琪跟周琪路沒有換衣服 傷心 白琪應該還有其他衣服吧 為什麼不換啊 好吧 算了 有俊琪看還不錯啦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喔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有訂閱的話 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